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是2月4日星期六 今天有两个网上业话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关于散炒做保安 4年内存到100万港币 大家要注意 不是4年内找到100万港币 而是存到100万港币 这件事放在上网后 夜来很多网民质疑 说你根本要不吃不喝不睡才能够做到 做保安能够存到100万的话 不如我待会拍完片后 我也去考牌 待会和大家说 究竟这100万是如何赚回来 和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 究竟存钱存得是否代表叻仔 反而我自己来说 不是这么看得起存钱存得多的人 当然 如果你说他存10万一个月 存到这么多钱 这些就是叻仔 但好像这个案例当中的存钱 我就并不认为是叻仔 第二个话题 和新精头拜年有关 事源一名港女 就去到男朋友家拜年 拜年当中就打麻雀 但打麻雀的时候就赢到尽 被白母嫌他心机重 不懂得做人 这个话题就相当之个人 因为我相信 懂得打麻雀的观众 都不在少数 打不打得就一回事 但知道麻雀怎么玩 知道规矩的观众 相信都不少 我刚刚在上个月就学习打麻雀 是自己玩手机游戏和电脑去玩 所以刚刚这个话题 我都有自己的新识建议 因为两个月前的话 我是连麻雀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 现在就叫做懂一点点 还有偶尔有空的时候 就拿一部手机出来按下按下在那里玩 所以都很理解 有时候为什么那些人说 牌品如人品 怎样可以在麻雀桌上 见到一个人的真面目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壁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壁的小铃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有网民在Facebook群组 叫做香港单身狗关注组 发文转载贴文截图就说 有人说自己回了4年保安 已经存了100万 接着又贴出银行的扣账卡 和定期存款通知书的照片 去证明自己是有100万 楼主暗暗嘲讽到就说 发文者是4年没做过长工 只是一直做保安的省工 就存了100万 他就说 你看看几例子 根本香港周地都有钱执 不会有穷人 不会有人欠债 不会有人睡街 为什么会有人穷呢 只不过是他们不勤力 只不过是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贴文也引起社会热议 有不少人质疑 单靠任职保安4年 没可能存到100万 有些人就说 看图作文何必认真呢 有些人就说 可能人家是富二代 上班存了20万 其余的钱都是父母给的 难道又告诉你吗 有些网民也说 还要是不用吃 不用住 不用搭车 不用穿衣 4年内好没任何病痛 还要是说 早上又回保安 晚上又回保安 才能存到的钱 而且有些网民也计算了 4年是100万 1年是25万 1个月大概是2万 这些散炒保安算不算是散炒呢 不过有网民就认为 事在人为 在最近这3年来 如果有机会做到 和防疫有关的保安 确实会找到这么多钱 这件事说得没错 有很多行业来说 是因为你要识别人 才会找到一些比较好比较笋的位置 通常那些不笋 不需要人介绍就能够任职的位置 通常你就会在一些球职网站上面看到 因为正常有笋工有笋位置 都是益了自己有先的 不要说保安员 其实救生员也是一样的 我也有两个中学同学 是做全职的救生员 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经常有游泳 在那方面已经有人物了 所以就算他们的公开事成绩不理想也好 因为以前所职下来的人物 就算在疫情期间有很多泳池没开也好 他们只要愿意的话 都是天天可以有公开的 还有有时候也都可以做政府池 也都过得相当之瀟灑快活 过得相当之开心 如果保安员的 他也是会人的 长期拿到一些正的合约位置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比较接近家企的工作的话 在消耗成本上的确能够省很多 首先假设这个事主没说大话 如果你说他说大话 这一条片也不用说了 假设真的四年能够存到一百万的话 其实我就看不起他 因为首先他说明自己的职业 不是说一些能够找到四五万的职业 所以他能够存到那么多钱 能够存到那么多比率的钱 这就代表了 这一个人基本上对于养活他的家庭 毫无任何贡献 即是表示他吃的、穿的、睡的住的 还有家里的水电煤 其他生活上可能的消耗品 例如牙膏、洗头水、柴米、油盐、醬醋、茶 是一分钱都没有付出过 甚至乎是没有买过送给自己的 可能连早餐都是家人买给自己的 那就有机会存到那么多钱 即是各位观众你和我都是一样的 需要每天买送 又或者不一定每天 总之你需要买送的话 大家都知道 现在坊间的物价究竟是有多么贵 即是就算你一个月 你买三四次送 你的银包都会挺痛下的 所以一个人能够存到多少钱 不代表他有多么贵 只不过是说他对于身边的人 对于身边的家庭付出是有多么少 当然了 如果你说他是赚十万一个月的 他四年才能够存到一百万的 其他用在家里的话 就真的代表他很爱这个家庭了 我自己以前中学的时候 就听别人说过就是说 有些人找三万一个月 但是都说很辛苦 搞不定 我当时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有什么不行 三万一个月 即是我中学那时这么想 我找两万一个月都够响够着 找那么多还不知足 那些人很贪心 但是直到我真的叫做 开始出来社会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如果你真的顾家的话 有时候你自己 你自己不吃 你自己不穿 你自己不出去玩 你自己没有任何凹哩哩的消费 你有时候 你只是做完自己的基本动作 都已经所正无己 不过这些所谓的基本动作 就每个人不同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照顾家人不是应份 所以这些就不需要给 又或者觉得 给家用这些就不需要给 所以亦都可以省很多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看下你需不需要养家 以及你会不会养家 因为不需要养家的话 其实真的有很大分别 如果你要养家的话 而且你还要有责任心那种去养家的话 有时候就算你找两三万一个月 其实你也是不够花的 甚至乎你会担心 这个月会不会洗凸了 但相反 如果你不需要养家的话 就算你一个月 你只能找到一万的话 其实你也很好 因为你全部东西 只是用在自己身上 你其他身边周租的雜费 一元都不用给的话 所以有时候就是 为什么低收入人士的生活质素 可能是比起高收入的人士 过得更加好 大家想想 我当你一个月三万 即在我眼中 已经算是一个 哇 很厉害很厉害的薪酬 但是如果你要养家的 你要给家用 如果你是有结婚的 你还要照顾自己的儿子 四大长老 然后家里的水电煤 然后管理费 差项 还要留钱交税 还有平时买菜 然后上网费 手机费 再加上其他粒粒粒粒的东西 再看看一两次医生 再多一两份保险 即就算是三万一个月也好 你都可能会担心 哎呀 包贵了三元也是不好吃了 还有天天夜夜 都会担心自己会失业 因为就算找多少也好 只要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花了很多在外面的话 其实同样都是存不了钱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他需要供楼的时候 哇 明明他月薪四万 但吃过早餐贵多十元 都说不吃 其实是真的有个原因在 所以我自己估计 这个保安 可能就真的活在一个 大富大贵的小康家庭 是因为不需要养家 所以就能够存到这么多钱 但是这样又会陷入另外一个迷团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本身能够活在小康之家 无经济压力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家里给了这么多 这么好的资源 他是不是都应该能够读到书 能够稍微有点点成就 去做一些更加有工作潜力的工作呢 例如说你读完大学 随便有个牌子 然后顺着考牌慢慢考上去 是不是 有些人是因为他面对即时的家庭压力 可能他就需要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就提早出来去工作 这些就没办法了 但是一个没经济压力的人 理论上他读书 不一定说要做状元 但是你家里没有给你任何压力 甚至是能够支持你去补习的 其实是不是都应该正常要读书 因为一个有家庭负担的人 和没有家庭负担的人 大家去学习的成本完全不一样 当一些人放了学之后 他可以去补习 还有一些人放了学之后 他要立刻去打工 大家的位置完全不一样 有什么理由你还要这样去做这类型的工作呢 特别是年轻人的话 我会觉得趁年轻 和如果家里没有负担的话 就应该要努力去博杀 就不要说家里没有压力 那我先做一份卸工 那你由25岁 你打算什么时候卸到65岁呢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就真的要努力一下 否则卸 没有人能够担保25岁 一定可以卸到65岁 所以在应该努力的时候 如果不努力选择去休息的话 遲早就有排你受 为什么我会在这方面有这么大感触呢 其实我也是对于自己 小时候没有努力读书 觉得有些许遗憾 因为如果我有努力读书的话 我可能就不需要读护士学校 直接进去大学学位的护士就读的话 可能整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了 又或者今天你都未必听到我的声音 我再分享多一点点 其实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类似的例子 首先我相信他没可能会听我节目 所以我就可以比较放心地说出来 大概在三四年前 我那个朋友他本身也挺有家底的 即是说他根本不需要养家 甚至乎投家是可以每一段固定的时间 就给些零用钱他用的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努力 叫做回了三四个月的全职工作 然后就不断在身边炫耀就说 我回了三四个月 我存到五万元 在那时候我刚刚就交完 家里有千多元电费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都不用养家 还是小朋友 有得存钱 那你存钱 家里还要倒贴给你的 那你当然是存得快 你试试养家 你不要说存钱 你不用倒贴欠人钱都偷笑 所以很多时候 存钱多就真的不是什么本事 因为这些是说一个人 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与否的问题 好像我这样 再分享多一点点 我几天之前 家里用了二十年的冰箱 就坏了 买了一个新的 如无意外 大家都知道是谁购买的 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跟开神早新闻的观众 都知道我坏了电脑 电脑由于是工作关系 所以一定就要买的 至于我在新年的时候 我做了些什么呢 我之前都说过不重复 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体会很深 你问我何谓真男人呢 一个人跟我说 你存到一百万 其实我不会觉得你是真男人 纯粹就是你的命生得好 你的家庭比较幸福 你的负担比较少 但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花了一百万在家里 你怎样去帮家人 不知道处理了哪一方面的问题 或不知怎样怎样 我反而是更加欣赏这些真男人 即是有时候一个人 职业无分贵贱 存多少钱也无分贵贱 但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 和责任感 我就真的觉得有分贵贱 下一单新闻 都是人格的事情 一名女生以 因为打牌赢太多 所以男朋友家人不中以我为题 就发文 就说 之前去到男朋友家中拜年 她的家人就邀请她一起打麻将 她就因言答应 她就说 我当然答应了 掌辈叫到没理由拒绝 然后她也透露 由于她的妈妈是擅长打麻将 她至少二元目染 心得妈妈的真传 牌记同样出众 她就表示 当日不想明显放水 又怕随便打 就会不尊重对方 所以自己都挺认真去玩 结果就赢得不少 她就认为 自己当日表现就十分不错 应该会留到一个好印象 但猜不到男朋友事后就跟她说 就说 妈妈给她一些说话 原因就是跟着局有关 她就表示 男友的母亲不喜欢自己 是因为觉得自己太懂得赌钱 心机太重 还有就说自己不懂做人 下下就扯着来打 女生就觉得相当之伤感 接着这个贴文就野来网民的热耳 有人认为 其实男主的妈妈 书牌就有话说 也有不妥的 但是大部分的网民 都觉得楼主自作自受 现在叫你去见家长 不是叫你认真打麻将 叫她省一点点 就说笑了 即是真是自己就拿假来丢 给免长辈都不懂 有些人就说她 你猜现在自己玩麻将大赛吗 用不需要赢得那么尽量 有些人也说 下次就记得要松张给白母 不过有没有下次都比较难说 估不到这些咸风年的话题 都还可以继续拿出来说 因为在麻将桌上去测试人品 这件事 我相信不是我这个年代有 可能各位观众 你们在拍拖的时候 可能都经历过这些考验 我会觉得有些人很笨 你明明知道在这些喜庆节日上 对着长辈打牌 你居然当她是自己同辈 当她是自己的敌人去撕杀 这些完全笨得不知道怎么说 我最近就学会了少少麻将的规则 所以那些什么叫十三腰 什么十八罗汉 碰 上 食 我都大致上知道是什么来的 其实打牌 有时候是讲求运气 如果你当日手锋极度不顺的就没得说 如果手锋顺的话 有手锋顺的玩法 不顺也有不顺的玩法 例如说 下下都齐不了张的 唯有拆烂了座牌 不要就是说出冲 还有如果手锋顺的话 又怎样控好座牌 赢就不要赢得那么尽 其实你说麻将桌上那些钱银 是少的 因为长辈封利是给人那里 都已经不见了一块钱了 所以钱银相对不重要 还有往往亲戚打牌 银马都不会带得去哪里 有时候是讲 你赢长辈不是问题 但如果 即是女士主真是自称 那么懂得打麻雀的话 其实是可以控制到自己 有大牌不吃就吃小牌 再不是就是说 自从吃过一拨大牌之后 就慢慢出冲 就去给其他人慢慢追回差距 最后谁赢多少少 其实是没所谓的 因为玩得这些就真的有赢有输的 如果你打完18圈之后 居然大家的籌码完全一样的 没人没输的 很明显是有问题的 还有打麻雀 除了本身输赢之外 也有其他东西看到的 例如说 自己正在做十三腰 只要一只就到的时候 如果给你奶奶 不是叫奶奶 给伯母用一个鸡碗截了 你会不会拍桌讲粗口呢 这些全部都是人性考验 是真的除了输赢之外 全部东西都有得看的 例如就是说 出冲的时候 伯母出冲你就不吃 但别人出冲你就吃 因为如果真是一个麻雀高手的话 全部都可以看到的 例如就是说 你戏牌的时候 当走了几个圈之后 你全部都掉了索纸 都猜到你可能听着 曼子 听着一绿一绿二绿 就算自己真的很精通于麻雀也好 别人问你会不会玩 你可以说会一点点 偶尔有和朋友玩一下 千万在这方面 不要在长辈面前赞威营 因为能够做得你长辈的 如果别人都会玩麻雀的话 那你就想一下 自己可能二十多岁人 最多玩麻雀十几年 但别人可能是说 玩了四十几年 有时候自以为很厉害的时候 被人翻转 后辈也看到你 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 原来你就是一个喜欢 争威营的人 从一个后辈的角度看下去 不是说你所有东西都不能争威营 你作为后辈 你对着一个长辈跟他说 我都懂得水电煤维修 再不是说我懂得砌电脑 又或者我懂得买衣服 什么缝合 诸如此类 如果是这些生活上能够帮到长辈的技能 那就不怕自己会 吹大一点也不要緊的 但是如果你说自己天生就是麻雀高手 还要是以前大杀四方的话 这方面就算你真的排技赢了长辈也好 你都会有一个负面印象被人看到 因为毕竟麻雀、扑克这些 有时候你赢得太厉害的话 长辈自己都会去联想 就是说究竟你什么背景 究竟你家庭什么背景 竟然令到自己这么精于这一样东西 对不对 到其时就算自己赢得不多也好 都会跟个儿子说 就是说 喂不是哦 你女朋友很厉害打牌 她以前有没有东西瞒着你 你有没有上过别人家家 知不知道别人家家庭是怎么怎么怎么的 不过有时候这些就很难说的 就算你说想松张 但如果松得太明显的话 你反过来也会说 哎呀这个女孩整天就只想讨好我 不行了都是心机太重了 所以一个真真正正的麻雀高手 其实有时候不单是麻雀那么简单 是说做人 即是松张之余 还要懂得装糊涂 这个才是最高的境界 首先我这么说 何谓真正打麻雀的高手 第一层就是说 你物理层面上打得很好 好厉害呀 手气又很好 自己攻防一体 进攻的时候去到很尽 人家攻过来的时候又懂得防御 永远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第一层的高手 第二层的高手是说 懂得松张给别人 除了自己赢的数据 能够赢得很多之外 也懂得控制整个排局每个人的输赢 让一些曾经输过的人 有得开心一下 给他一点点甜头 让他赢了一点点 令到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 如果你每次去到这么绝望 别人是觉得 他的打法滴水不漏 完全看不到他去播赚 那你叫别人怎么继续跟你玩下去呢 对不对 第三种我视之为最高的那种就是 你除了基本牌技要好劲之外 还要懂得装糊涂 是说你跟别人玩完一阵之后 你就已经知道对手实力如何 然后再把自己的实力调校到 需要赢对手多一点 又或者输一点 除心所欲这些才是高手 有很多人常常以为 赢人赢得最多的才是高手 如果你跟自己朋友打也是 不过对着朋友打有时候 都不应该落手这么重 这些人通常就是 无论在职场也好 还是在感情生活上也好 就是那些赢了长交 输了头家的人 例如家庭矛盾的时候 总会有一方是真是有道理的 总会有一方是真是 在物理层面上有些输舌的 但是即使你是拿着有道理的那一方 你不是说有威就拿到尽 要逼别人跪下 要跟你写道歉书道歉的嘛 如果你又是那些 好听点就叫做据你力真 难听点就叫做死取不放的人 究竟又放不放心 就是给自己的儿子或者给自己的女儿 和这些人一起呢 到时一起了之后 因为一个家庭一定会发生磨擦的 到了最后又会怎么去处理呢 是不是 即是有时候不是说看你牌品啊 看你牌技啊那些 最重要的是看你人品 看你整个人的态度啊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各位观众你又懂得打牌 而且你也试过这样去考验人的话 这些故事是相当有趣的 不妨各位留言说一下 而且也可以说一下 因为我自己 由上个月开始 玩的那些电脑麻将 即是我只是跟电脑玩 我没试过跟真人玩的 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到现在还在摸索规矩 但是也想各位观众分享一下你们的亲身经历 例如就是说 有没有见过一些牌品不好的人 究竟最终他们的现实生活变成了怎样呢 也想听下各位观众的分享 好了 今集真的来到这里了 可以吃饭了 好 拜拜